小燕之夜 今天大家知道個人意見要來 大家穿衣服都很緊張 OK嗎 很特別嗎 沒有很特別 就是很有小燕姐的風格 我的風格就是... 不過照我的年齡 我算是很敢穿的對不對 不要講到年齡 這句話說得好 時尚沒有年齡 對不對 只有個人風格 對 真的喔 這個是我平常會穿的衣服 我要特別帶來給你看 還好嗎 就是有些衣服就是 你在店裡面看到的時候 你就會想到說 小燕姐應該會買這件 真的嗎 對 我已經這麼明顯了嗎 對 就是特殊 然後可是又舒適 然後又自然套上一件就很有型 他這句話講得真對 舒適是第一 第一重要 你看我沒有很緊的衣服 但也緊不起來啦 然後舒適又有點個人風格 然後一穿上就是很自在 我覺得自在是很重要穿衣服 今天我們來了特別來賓 你看他們的衣櫃都在這 待會兒要請您為他們解釋一下 我好愛看別人的衣櫃 愛愛看別人的衣櫃 好 那今天的每一位呢 我們特別要求他們 因為台上其實很多的時候 是因為節目的需要啦 尤其他們演戲的 因為角色的需要 所以都會穿一些 平常不太會穿的衣服 但是今天我們請他穿 平常會穿的衣服 我們先從他的平常生活 我們有去偷拍喔 先看第一位是誰 今天有時可以自在否 你看他們的衣服 我聽說可以會穿的衣服 我會有不見 看黑人好水 真的有時可以 大家可以先回覆 我先見你 大家可以問我 agrade了 votre影片 好 第一位看的是歌家演 歌家演其實平常初次打扮 就是小文青的樣子對不對 好 我們來看看柯家演 好 是個人意見 其實柯家演上節目你看 他穿得還滿... 就是 對 女明星101的那種風格 對喔 很常穿洋裝 很常穿洋裝 對 小洋裝 小洋裝 那平常下來就是小文青的樣子 好像比較適合她 真的嗎 我可以跟公司說 拖�... 對 我剛剛好開心喔 我第一次穿拖鞋上節目 其實我告訴你啊 女明星穿高跟鞋 其實是一種虐待就對了 對不對 其實但是某些時候你也不能不穿嘛 對 你不能穿這樣子啊 對 來 待會兒再來看你的一位 謝謝 好 佳明這一位是誰呢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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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應該是Q要在我們節目 最忙碌的一次 他出了很多外景 而且你這麼大隻 好像很容易被人家看到 剛剛我們看到就是一個厚安 厚安其實就是一個老外 其實老外分兩種 因為我們所看的老外 都覺得是明星嘛 看他們穿的就是... 都是走紅地毯 其實真正的老外 是穿得很簡單的 好 我們來看看厚安 謝謝個人意見 如果明星都像厚安 個人意見應該沒有飯吃 他脫鞋 他... 回家 你很不愛穿鞋喔 回家也是穿拖鞋啦 可是今天忘了帶出來 因為拖鞋比較... 在家裡嘛 不要拿出來穿 那外國人不是會穿著鞋子上床 對...我家不會... 你家是要脫鞋的對不對 是... 可是在...真的在美國人 他們不脫鞋 為什麼 我也不知道 我還很猜耶 對啊 他們脫不脫底呢 好像也會吧 可是他們都那種地毯 所以... 更髒喔 對啊 你穿上鞋子 對... 老外穿的衣服 其實是非常簡單的 尤其是你到國外 你會覺得大城市裡面的人 好像會做比較時尚的打扮 其實國外的人的打扮是很簡單 很簡單 然後我們看厚安他的衣櫃 很老派 很老派 很奇怪 他用個老的靈魂 好 我們再看下一位 好 搬家 搬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算了 对不对 口罩对我没有用 反而会引起更多注意 好 我们来看看这位戴口罩的女生 你好 我先去那边吗 你去那边 好 我去那边 身材好 穿得好好 好 对 我刚也是这样想 你看 我们来想到这样是不是 就是說有些人穿得... 穿起來可能是邋遢 可是他身材好就OK 對不對 不我们要一直在这边叹气嗎 我們只有叹气了 你看...上節目你看他穿得... 其實喔 中間那套是谁比你的 中間那套是谁比你穿 那是剛好品牌的活动 村莊 妳...這個會露嗎 我剛剛正在研究 在看奥斯卡的時候 每個女明星幾乎都是這樣子 怎麼不走光 膠帶 雙面膠是好朋友 雙面膠 妳只要雙面膠黏得夠緊 其實不太會動 萬一妳出汗了 雙面膠不會滑掉 所以妳要買 就是黏到... 工業用的 工業用的雙面膠 就是我的雙面膠都是那種 撕下來的時候 可能皮膚會... 紅紅的 會有點受傷的那種雙面膠 才黏得夠緊 尤其是像這樣子的 像這樣子的衣服 對不對 因為而且妳知道 攝影師就在等妳 會不會走光的那一剎那 對不對 妳應該很難黏吧 妳這麼瘦 好 我們來看下面這一位 可以燥一下嗎 喔 可以燥一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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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可靜 可以燥一下嗎 可以燥一下嗎 快燥一下 相當大 可以燥一下 好燥一下 不能燥一下 好燥一下 不要燥一下 手麻燥 柠檬 中文字幕——YK 今天就通了 正不好上 還要大素顏 好 來 我們來看看 這個... 其實這個有個人意見 好...還有見過... 2002年 2002年很流行這個有沒有 對 你看你要...我要解釋 對 因為的確是2002年帶回來的 然後我本人很節省 一直留腳 留到現在 就是節省 節省 然後每天會穿這件 因為當時很... 女明星很流行穿這個出門 真的嗎 對 2002年那個時候很... 對... 所以我有點復古就對了 沒有啦 暫時有寫說 就是可以再穿這個 復古風又回來了 復古風又回來了 對 對 妳生那個兒子對不對 對 沒錯 那妳為什麼一直拿 Hello Kitty啊什麼 就好奇說 這個給兒子玩會怎麼樣 你看我給他戴的那個毛毯 還有衣服啊 我也是就是不會刻意去分說 男生跟女生 就是有一個蝴蝶姐 或者兩個球 我都覺得 在他身上還滿可愛的啊 然後我先生就說 不要再給他買上女生的東西 然後有一次我要買那個蕾絲妝 她說不要再買 我說可是英國的小王子 不是都穿那個英國的 那個皇室的蕾絲妝 那我覺得還滿可愛的啊 妳有意見嗎 沒有 Edel她帶小孩去迪士尼樂園的時候 她兒子打扮成那個Elsa 真的假的 所以我跟她理念是一樣的嗎 對 妳的理念是一樣 就是現在流行那個 沒有分那個性別的育兒 沒有分性別對不對 所以原來我是走愛流行的前端 OK 那妳就把2002年這條衣服換嗎 好 其實她平常的打扮 我記得啊 其實齊薇來上節目 是在我腦海裡是穿得都很... 就是緊緊的 很妖嬌的... 比較女人一點對不對 都比較女人 但我撕一下 完全不一樣 就是一個很中性的女人 明星時尚超難懂 神奇帽子也在買 還有一個更有風格的 這個就真的非常像明星 這一點 妳為什麼要買 因為我... 這怎麼帶有像個蜜蜂窩的 妳為什麼要買的話 就我從來沒帶有 因為她是想的 妳怎麼帶有像個蜜蜂窩 好 怎麼帶有像蜜蜂窩 妳怎麼帶有像蜜蜂窩 妳怎麼帶有像蜜蜂窩 好 妳怎麼帶有像蜜蜂窩 好 妳怎麼帶有像蜜蜂窩 來 我們就要看下面 另一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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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起喔 我幫妳講是不是 對 為什麼 她怕曬對不對 怕曬 那個... 那個就是很像那個採茶的阿嬤 或賣養樂多 賣養樂多 來 養樂多姑娘 怎麼會這樣啊 怎麼會這樣啊 我可以接到這個問題 你好... 妳真的平常跑步穿那樣子嗎 妳知道那件衣服 是我剛從韓國買回來的 Oh my God 不是衣服的問題 是那個帽子跟毛巾的問題 我覺得是整個人都有問題 不是啦...不是 為什麼我一直覺得 有一個大嬸住在我的心裡面呢 可是妳看 其實妳知道 她的身材從來沒有 讓自己超過50公斤 就差不多 從來沒有對不對 從年輕到現在 她現在還只有46還是45對不對 45 所以那有... 出了30年了吧 是 那有的時候因為要演媽媽 然後就會穿得比較寬鬆 然後寬鬆一點 那一部戲下來的時候 就會吃到苦頭 那減肥真的很痛苦啊 所以說為了不想減肥 妳很有毅力把它減到 對 我就是穿很緊的衣服 穿束褲 然後穿很緊的牛仔褲 然後回去都一條一條 全部都那種黑青黑青這樣子 然後讓自己非常不舒服 然後妳就知道 所以下次就... 要吃的時候就想到別吃太多 我已經很多年 所有的衣服 裙子 褲子 沒有 妳的身體 真的會隨著衣服 妳穿的衣服而改變 身形對不對 對 因為我記得之前 有一段時間流行那種 寬鬆的衣服 然後我也覺得自己的腰圍 有因此的變大 就是... 我就一直寬鬆啊 沒有理由 可是看不出來 但為什麼我的感覺很像大嬸 對 妳剛剛那個...對不對 就這麼輕盈的感覺 怎麼剛剛被偷拍的時候 覺得超級像大嬸 而且真的沒有開始... 妳那個... 我們只能說是養惡多姑娘 最好的防曬 最好的防曬 對 物理性防曬 物理性防曬 其實那樣有用嗎 還是有啊 物理性的比那個 就是擦防曬的有用 對 因為我有的時候擦防曬 會有點過敏 對 來 請 謝謝 來 請坐...今天... 今天大家穿的這個 上節目很舒服吧 對啊 其實喔 對 最近他們其實一起 除了你們兩位 他們三位拍了一部電影 也叫做魚肝女 魚肝女的打扮一定... 一定是 來看看五星級的魚肝女 我的名字是Mary 你的名字 電影啦... 阿嬤 阿嬤 太多久了啦 不會死了... 阿嬤 阿嬤 這樣怎麼這間滷滾不然弄 好... 好... 剩一萬塊 千兩百多萬 我們銀行有權力 強制查封這間旅館 自己的旅館 自己就好 加油... 哇塞 你好 我想要打工換輸 這裡說什麼 躲得不用錢啦 做工作來煮啦 有時候是要吃你看我 對 一年的就有168個菜 歡迎光臨今日的旅館 好... 這一道菜呢 就是所見的招牌 這是什麼 別姓啦 都是記者 Oh my God 塞掉的 對啊 閉嘴 這個很乾淨 很可憐 他要愛吃蝴蝶嗎 我們有嗎 我可以 絕對不行 明天如果要到這裡 人家主角都應該要主角親戀 OK It's my turn 你看他一個 在這裡面 妳一直說英文 他一直說國語 對 對 他是... 其實厚安的中文很好 但是他是演一個 中文不太好的外國背包客 然後我是... 英文很爛 但自以為講得很好 有一個美國夢 一直想要出國這樣 出國 對 這是妳的... 妳好像是跟人家去偷情對不對 對 我跟志強哥 他是我們旅館的其中一組客人 對 我是他們其中一組客人 然後...對 他們遇到我 然後中間發展的故事這樣子 看起來是很熱鬧的樣子 其實我剛剛就在想看每一個人的衣� 我沒有想到邝靈傑的衣� 跟周厚安有點像 所以我是外國人的衣櫥 對不對 因為我的衣櫥裡面 其實你要說每個人都... 他有一個特色對不對 我是完全沒特色 我的特色就是跟著我戲裡面的角色走 所以我除了...就是一般的衣服之外 所以比較多人都是打歌服 對 打歌服 或是我戲裡面演女強人 或是譬如說 有時候要上節目的時候 穿得比較顯露身材的 那之外的這些衣服都是我平常就是 我要去拍戲的時候 工作的時候穿的 所以我每一件衣服 我基本上... 其實我套頭的衣服比較少 即便有套頭 我都把它開... 請人家幫我把它開扣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拍戲的時候 我們去化妝的時候 希望自己很輕鬆的化妝 可是化完妝以後 常常就是因為那個... 然後都弄好了 頭髮弄好忘記了以後 就曾經因為這樣把衣服剪掉 因為懶得這樣脫 因為頭髮都亂掉 所以大概都是這種衣服吧 這隻熊被你這樣一開扣 牠就變臉了 綁整個鼻子 你說這個嗎 我真的沒想到 牠就被整形 整鼻子 所以要買這種的還好 對 英文字被開扣還好 對不對 那而且... 而且你開扣就開扣好 為什麼還要用格子喔 就是因為要呼應 後面是格子嘛 對...要去搭配 來 搭配啊 特別去買了格子的布喔 來...跟鈺姐來看看 為什麼...不然喔 不然因為有時候冬天 實在很難找到開扣的 這件是我最愛穿的 這是我公公的 雖然我沒見過我公公 但這是從我老公那裡拿來 所以她穿的衣服也是... 我跟妳一樣 冬天...冬天嘛 妳看... 妳拿一下 因為後來也會穿外公的 她也是穿公公的啊 但是我這件比較便宜 我一百塊買的 這是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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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比便宜嗎 這件貴一點 這件韓版的稍貴一點 我還殺了兩百塊 這麼貴 這八百塊 殺了兩百六百 對 我發現妳都是格子的耶 可是因為妳夏天如果穿這樣 它很方便嘛 就是穿脫很方便嘛 那就是很少有這樣子的衣服啊 所以看到就... 這件很貴耶 這件我當年買的時候 我以為我看錯了 然後不管它四千多塊 我心裡想說 這是發生什麼事 當年是多少年以前 當外二十年 還是城市少女的時候 妳現在也是城市少女 謝謝 因為這裡面有時候因為... 因為它的開扣比較寬嘛 那... 所以妳的主題就是開扣這樣 我覺得... 妳這個褲子... 我會把它穿在裡面 太狠 因為這個是睡覺的時候穿的 那早上起來的時候 如果要去拍戲 我覺得睡褲最好 不要有這種顏色 看起來 不是 這個... 這是因為... 因為拍那個... 就是演媽媽的戲的時候 演媽媽戲 那這件是我老公的好像 因為前面... 因為這... 看到睡褲好私人喔 我覺得好... 有點害羞 有點害羞 對 我還會穿這樣子去... 去買東西耶 因為有時候忘記了 這算妳比較像妳的衣服 晴晴的對不對 對 這是... 這是妳聰明 這就兩年前才買 要不這些都是很久以前 很久以前的 那其他就是... 妳覺得她的私下衣服 有個性嗎 她今天主題就是功能性啊 對不對 她就是功能性 對 我覺得她剛剛講 就是所有都是功能性 就知道說她其實私底下 對打扮可能沒有那麼在意 不一定喔 不一定喔 不一定... 我的反差是非常大 所以妳今天沒有帶妳的那個 畢勝來講 我有很棒的...配件 就是今天都是走這個... 配件 對 這個是陳世少女 那個時候的 真的是... 蠻有個人風格的 還有一個更有風格的 那個就真的非常像明星了 這一領 他還真會想 對 我覺得她很像 但是藍色的就是欣甫生 對 對 還滿適合的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當時我為什麼 為什麼要買 不知道 因為我只覺得 這怎麼帶就像個蜜蜂窩的 這種東西就... 我可以理解妳為什麼會買下來 因為太奇妙了 這東西 是不是 太奇妙 對 然後不買就覺得好奇怪 因為一定要把它買 可是買回去我從來沒帶過 因為它太大 我...我怎麼帶它太大了 隨便裝 妳真的...真的買東西的時候 我實在...回去以後 擺得都快發霉了 我很擔心 因為我覺得它翻過來 可以當那個直樓是不是 如果...有沒有色頭 還滿會的耶 這個...這我從國外... 我剛剛還趕回來的耶 好可愛喔 卡通造型超可愛 瘦女大嬸兩樣琴 身材好的女孩子穿這種 其實是很好看 對 再穿個短褲 再穿個短褲 身材好喔 我就說身材好喔 有的人穿會就是... 就是妳就覺得只是家居這樣 迪士尼啊 很多人穿會很好笑喔 對 那也是迪士尼耶 怎麼知道 為什麼她可以穿到瘦女蜂 然後迪士尼一到我說 就變大嬸都怪 等一下 妳看看她的衣櫥 為什麼有這麼多信件 這個是我主播時期 然後就是粉絲寫了信 然後我每次清理那個衣櫃 我都曉得 就是不曉得要不要丟她 因為覺得說已經... 不要丟... 因為小孩都用Facebook什麼的 因為她其實給小孩買東西 都在... 就是像自己在買東西對不對 好可愛喔 這比較簡潔的路線 其實我現在要走一個極簡主義 就是一年我只想要準備 7 4...28套 就是春天7套 然後到冬天各7套 禮拜一到禮拜日 然後星期一穿這個 星期二穿這個 所以就不用想 就這樣28套擺在衣櫥裡面 動... 那我發現真的很難耶 因為要丟功成功了嗎 還沒有 但是我往那個目標邁進 因為我發現穿來穿去 都是那幾套 那不如就設一個 就是禮拜一到禮拜天 然後像制服一樣的概念 那他就是... 對 他就是... 你應該就這幾件了吧 對 差不多了 他不是說飄過來的喔 他就這幾件喔 那我是那個平常就是穿內衣 或者背心 然後就穿T恤 不然就穿襯衫 然後就出門 然後你有... 這個都是外婆送給我的 外婆送給你的 對 他很愛送我毛衣 然後這是我唯一的配件 就一頂帽子 而且這毛衣太甜 真的有年份喔 對 對 好棒喔 這兒子真好 他這麼少錢 真好 對 這是外婆送的 對...然後這是... 這個是兩個是外公的 這兩件是外公的 對 你外公還滿瘦的耶 對 他是高... 高瘦 對... 那現在日本有一個人 出了一本書說 他把他的東西都丟掉 然後只留下來就有錢 有 我有看那本書 妳有看那本書 然後我看的時候 我覺得好心酸喔 可是我覺得... 可是你看有人就是 真的有人自然而然的 在過這樣的生活 你覺得是不是 我們買那麼多鞋幹嘛 對啊 你也不能一...兩隻腳 對不對 因為我們真的變無功以外 我的錢永遠穿不完 真的 我們是正常人喔 對 我們是正常人啊 對 這個... 我們來看正常人 好... 來 妳檢查一下他的... 像 台灣眼 對啊 對啊 妳買好多大象的東西喔 對 我很喜歡大象 可是我有收集大象的東西 那這個呢 那是我之前去迪士尼的時候買 我這個... 好適合喔 小燕姐...妳那一頂最好看 比我那一頂好看 我適合在所有奇怪的東西 對不對 因為我是個超級迪士尼的粉絲 所以我很多什麼T恤啊 我看到幾乎都會買T恤 都是迪士尼的 我在家裡 我覺得穿著迪士尼的T恤 就感覺心情好一百倍 小美女 小美女 這是我哥送我的 大家知道妳喜歡什麼就... 對 身材好的女孩子穿這種 其實是很好看的 對 再穿個短褲 再穿個短褲 身材好喔 我是說身材好喔 大家不要拿出來 妳妹姐穿了 身材好喔 妳穿起來要年輕啦 對 我還有一個斗篷 這我超級愛 這個什麼時候可以穿 我去迪士尼的時候就可以穿 我穿過耶 這很可愛 這限量的 我告訴你 這種衣服我不隨時都敢穿 對 這很舒服耶 這個被子有沒有 小燕姐這個從後面認不出你 這樣再認不出我 對 小燕姐真的超適合這種感覺 因為我很喜歡斗篷 妳很喜歡斗篷 對 我冬天很喜歡斗篷 我好多斗篷 我這次是剛好遺除了幾件 好 看完她的衣櫃 妳覺得她是什麼樣的女孩 就是因為長得漂亮 然後身材又好 所以就是她可以穿很多 然後別人不能穿 不會啊 迪士尼誰都可以穿 沒有 迪士尼有的人穿會就是 就是妳就覺得只是家居服這樣 迪士尼啊 很多人穿會很好笑喔 對 這也是迪士尼耶 是嗎 可是為什麼她可以穿這種少女風 迪士尼一到我身上 就變大嬸都會奇怪 妳讓個人意見很難發揮 很難發揮 好 我們來看瘦子都穿什麼 瘦子 妳有衣服嗎 我自己...有... 但我今天帶的衣服準備比較少 然後這一套是戲裡面 魚乾女的衣服 她的外出服是這樣子 就是這種運動服 妳平常都穿... 我都穿比較安全的顏色 就是比較溫和安全的顏色 有什麼灰色啊 墨綠色 深藍色 黑白的 然後購物帶上 我不知道為什麼女孩子 都很喜歡背一個這樣子 畫園的包包是不是 像我這樣搞個圍巾 如果是橘色的話 橘色的話 對不對 然後這整身橘的 我想應該有人會給我一點時間 因為我很喜歡買購物帶 然後就...這很便宜 可是我都會忍不住想要買 Jay 帶這個包包是什麼心情 就是覺得環保嘛 是嗎 這是滿輕鬆的 對 出門這個滿輕鬆的 然後它可以裝很多東西 好 我老實告訴你 我也很喜歡這種帶帶 對 但是我有一個...我有一個問題 我一定要把它裝拉鍊 這個就是那個 少女跟成熟女性的分別 對 少女掉了沒關係 我們成熟女掉的東西很緊張 其實你沒有發現 這裡頭最豪華的衣服是你喔 皮衣 毛 對不對 對 我平常顏色比較簡單 除了唯一有時候逛到好玩的衣服 然後我就會... 新鮮來才買了 然後在家裡就不曉得說 買了那件到底要穿去哪裡 我覺得她買的東西都是貴的喔 謝謝 我會挑單品就是經典款 然後我希望可以穿一輩子 穿一輩子是一片耶 對... 就是妳在買的時候 心裡都會想說我可以穿一輩子 這件衣服已經讓我覺得說 我沒有辦法負荷 提提看有多重 這真的是年輕的時候才能穿 然後我現在發現我大概五六十歲 可能沒有辦法穿這一件 穿一天下來會瘦嗎 妳不要這樣講 我媽90了 她穿這樣子 真的嗎 這麼重啊 我告訴妳 我跟我媽穿衣服最不一樣的 就是我絕對不會穿 好重喔 對 我絕對不會穿 應該我拿 很小 很緊 很多拉鍊 很多那種 麻煩對不對 對 我...但我媽所有都要 這樣 所以身材才會好對不對 或是她覺得這樣比較安全感 有的人覺得 沒有 她覺得那樣帥 身為明星沒有不做明星的時候 身為明星就是比如說 然後整個臉都遮起來的時候 才是可以不做明星的時候 因為妳如果被拍到一張不好看的照片 那張照片的那個流傳度 妳不會遠比妳所有的做明星都怪 妳練了跑步 真的 妳還誤會遮起來嗎 現在我們來聽聽 看一見 妳覺得做明星到底應該是怎麼樣 穿法是對的 其實我覺得 做明星沒有不做明星的時候 就是身為明星 就是比如說 妳整個臉都遮起來的時候 才是可以不做明星的時候 因為妳如果被拍到一張不好看的照片 那張照片的那個流傳度 會遠比妳所有的作品都怪 尤其是因為現在有網路 對 而且有的時候 某些報紙或早上 都拿妳一張最難看的照片 某種角度對不對 也好啦 人家看到我就會說 妳比電視照照片好看 但是憑良妳講 明星沒有不做明星的時候 我覺得這是對的 這真的 對 可是因為有時候... 妳練要跑步 真的 然後還會有時候在家裡喔 就算我不遮 我老公一起來 就會把窗簾關起來 因為他曾聽我們的鄰居說 他說妳老婆都自己化妝喔 因為我要陽光嘛 所以我的化妝座 我會正對著陽台那個門 所以他們看得到 所以我老公常常會跟我講 他說... 好恐怖喔 阿美老師 對不對 那台灣其實 如果跟香港比起來算好一點 很多人是在家裡面 都被拍到那個滿恐怖的 滿恐怖的對不對 那是真的滿恐怖的 明星就是 比如說妳如果打扮得一次很邋遢 其實只有一次而已 然後妳其他時候都穿得非常好 可是大家會記得的是那一次 最邋遢的時候 所以我一直都很邋遢 後來是說我都是這樣子 有一次稱好了大家會記得 對 後來我跟妳學習 我就是這樣 沒有... 好 就是... 可是就是我發現就是 一般的人比較喜歡看到 因為覺得明星就是一個很完美的形象 然後我們就是 可能妳也需要一個就是 沒有那麼完美的樣子 然後讓大家覺得妳比較好親近 這樣 我也覺得很奇怪 就是外國的明星 為什麼他們在抱小孩啊 然後牽著狗啊或什麼 都會拍到他們 就是穿得雖然是很平常的樣子 有彩褲或T恤 可是都好漂亮 都覺得好像整個設計過 可是問題是 妳又覺得他沒有好像去做造型 因為外國的明星 其實他們在私... 就是私底下的服裝 他們也是有造型師的 就是他們會跟造型師合作 然後比如說 他們會到造型師的工作室去 那些衣服是他買的 不是廠商提供的 可是會造型師替他配過 然後會跟他講說 比如說你接小孩的時候 可以穿這套啊或是什麼 而且他們因為國外像這樣 攝影的那個風氣很盛行 所以就變成說 很多品牌覺得 他們的新品要曝光的時候 其實是放在明星的身上 然後被... 假裝是像不經意的時候被拍到 不經意的時候 對 拍到包包 然後大家就會想說 我想要那個包包 比如說其實我們台灣也有 就是少數的例子是因為 比如說像之前侯佩承 他提了一個包包 到日本去 然後被拍到 然後那個包包 因此在台灣變得 賣得非常好這樣 現在很多偶像男明星 球鞋啊 都會... 都會提供給他嗎 因為他們穿了以後就是流行 以後你就會有很多的鞋子 不要光講了 對 是不是 其實還有很多啦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 國外這一面其實外國的明星呢 他的那個私服穿搭的一個重點 其實就是在正常人會穿的衣服的 這個框架之下 然後他去使用一些很顯眼的配件 尤其是要展現那個明星的氣質 其實就是很當季的一個配件 比如說像這套衣服 其實這套衣服我也有啊 沒有 牛仔連身褲 牛仔連身褲 但是他就配了一個黃色的 黃色的一個包包這樣 那其實這套衣服它就是很明顯就是說 請大家看這個包包這樣 對 那還有其他很多就是 就是在舒適底下 然後要怎麼樣呈現出那個時尚感 可能就是 你在比例上面的搭配 比如說一個比較寬鬆的一個外衣 然後他就搭配一個合身的 然後短的一個衣服這樣子 不會全部都是... 覺得莫詠惟也可以穿 對 妳也可以啊 我現在想這些衣服我要搭什麼 妳不是在說搭這個 他就會真的特別好嗎 待會兒會進來拍我嗎 好 就是在國外 妳如果去看服裝秀的話 就可以戴這頂包包 對 絕對有人看妳對不對 對 會被彈妳找 OK... 其實你看啊 好 然後韓國藝人還有... 亞洲 對 亞洲藝人其實 好像就沒有那麼輕鬆感對不對 舒適OK 我覺得就是因為那天講到就是說 哪個明星的那個師傅 然後其實我覺得我們台灣的明星 很多師傅都覺得就是 真的非常個人 對 就是會覺得說 就是真的是她 沒當明星的時候這樣子 然後可是像看到比如說舒適 我就覺得舒適私底下的打扮 也很有品味 然後可能跟她在電視上 或紅毯上的 電影裡面的形象不太一樣 就是她私底下 其實比較少女風格一點 然後可能比較俐落一點 像紅毯可能是性感 或者是優雅這樣子 那另外要講到就是范冰冰 我覺得范冰冰的風格 是從一而終 就是如果妳穿到滿啊 是10分的話 范冰冰可能就12或15 沒錯 她紅地毯更是10分 紅地毯是100吧 100分 哲學 孔雀開屏的感覺 對 那妳看她... 就是妳看到她私底下的穿著 就是穿得很滿 然後就是向天下昭告說 我是范冰冰 然後我在這兒 對 好像頭上有一個霓紅燈指 好像一直擠她這樣 不過我覺得 其實藝人有的時候 就看妳的個性 妳要當范冰冰還是要當舒淇 但我想妳將來還是走舒淇 背個背包的那種 背背包 對不對 孟勇維 妳平常... 其實她穿衣服會有點迷心樣子 比如說斗篷就不是一個 一般的女性 一般的女生會穿得比較... 我今天帶來的衣服 其實都是我在家裡面會穿的 真的服 對 我... 所以妳出去其實不會穿這樣 平時我穿的 還是比較中心一點點 可能白襯衫牛仔褲 或是白T恤牛仔褲 因為要身材好才能穿 我多早年沒穿白... 白T恤 妳曉得一定要身材很好 我光是白T恤 應該有二三十件吧 就是圓領B領 小圓大圓 小B大B 對 我這個T恤空 家裡穿有圖案出去穿白的 我覺得妳看 所有的...很多的那個名設計師 他就是穿T恤 妳大概應該也有吧 大T小T裡面的那個 對 可是我不會穿全白色 因為我覺得 我是...我只要一穿白色 然後吃任何的東西 就會完全就會滴在這 所以自己就會控制啊 沒錯 我很難得買一件白色的衣服 然後喝咖啡從這裡掉 不知道為什麼 而且平常不會對不對 平常不會 只有那一穿白色的時候才會 而且千萬不能去吃牛肉麵 我怎麼噴個都是這樣 就抓狂說 今天為什麼要穿白襯衫 好 其實藝人能穿白襯衫的不多 今天非常謝謝大家來 看到自己 真是難得看到大家休閒 上節目可以穿拖鞋不穿高跟鞋 恭喜...謝謝 謝謝...